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起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是我们的农业部长 Masabu 他今天做了一个宣布 就是说 我们马来西亚国内的鸡肉跟鸡蛋 这个顶价即将会被撤出 然后6月过后可能会变成 他们的价钱是自由浮动的 我现在呢我还不清楚他的细节是怎样 所谓的自由浮动呢 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好像我们现在的汽油的价钱 虽然说他是自由浮动 但是呢政府还是有定一个顶价在那边 比如说那个黄油呢是 2块05分 然后呢 他所谓的自由浮动就是呢 他这个价钱不是定时时在那边的 他可能是 几个礼拜还是几个月呢 会换一次自由浮动的意思 然后 第2种可能性的自由浮动就是呢 连这个顶价都彻底的撤出 就是呢 政府已经完全不管他的价钱了 就交给市场去决定 这个鸡肉跟鸡蛋应该要卖什么价钱 OK 现在我看的我刚才看了这个新闻看了他细节了我觉得 马萨布 好像讲的是第2种 并不是像汽油那一种 就是呢 没有设一个顶价了 就是这个鸡肉跟鸡蛋的就 交给你的 供应者 跟这个消费者 你们自己去决定这个鸡肉跟鸡蛋应该要卖什么价钱 OK 我在这里呢 我必须要强调一句了 虽然我是西蒙的支持者 但是呢 西蒙政府有什么地方做到不对的地方 我还是会出来骂骂两句的 像这个 农业部长呢 他这个决定我不知道是内阁的决定还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 以目前来说是不适合的 我是不认同这个政策 鸡肉跟鸡蛋的顶价不能够撤出 OK 我们就简单的说了 当这个6月过后了 这个鸡肉跟鸡蛋的顶价撤出了 自由否动 你知道会导致什么结果吗 一个最直观的结果就是呢 所有跟鸡肉鸡蛋有关系的行业 尤其是饮食业 将会 大幅度的起价 这是肯定的 因为我告诉你 那些 鸡肉跟鸡蛋的这些生产商 那些农场 他们已经渴了很久了 他们渴了很久是什么 就是呢 他们的那个 养鸡的成本的起了很多 但是呢 政府又不允许他们起价 这样的话呢 他们做这个行业做得很 他们的盈利的空间被压缩到很够力 甚至呢 那些鸡蛋呢 有可能是亏本的 所以呢 之前为什么会有鸡蛋黄 就是呢 他们认为反正都亏本了 这样我干脆不要做咯 又没有人打枪指着我头 一定要我做 我可以不要做了吗 亏本的东西谁要做 所以呢 为什么会有鸡蛋黄 就这样咯 所以那时候为什么要进口鸡蛋 就是因为 国内的那些 农场都不要 做鸡蛋了吗 所以就只能进口 外来的鸡蛋了 所以可以理解 这个这个政策 OK 然后现在呢 你想下 如果農业部 撤除掉这一个 顶价的话 这样以后呢 这个鸡肉跟鸡蛋的价钱呢 就可以自由的 上下了 那时候呢 这些鸡肉跟鸡蛋的业者呢 他们呢 一定会起价 这是肯定的事情 而且他们全部会一起讲好起价 而且这个起价的幅度会非常的严重 至少跟现在相比 你想下 他们现在告诉你 现在这个鸡蛋的价钱呢 他们如果用这价钱来卖他们是亏本的 这样呢 他们一定要卖一个他们可以赚的价钱吗 那时候那个价钱呢 一定是高出很多了 这样你想一下 我们整个马来西亚有多少个行业 尤其是饮食业 是每天要用到鸡肉跟鸡蛋的 很多很多 到时候呢 一定是 这个鸡肉跟鸡蛋会起价到很严重 然后呢 顺便 带起这个连锁反应 所有跟鸡肉鸡蛋有关系的行业 领事业 全部一起起价 然后那个连锁反应呢 是非常恐怖的 导致这一方面的同货膨胀 一定会的 一定会来的 你看出来 啊 我们之前呢 就是不想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是 把这个东西放手了过后 它就是会发生的 现在老百姓的都已经是水生活了 还要 这样雪上加霜的话 我也是没有眼睛看的 我告诉你 当然我明白 这个农业部长呢 之前也是挣扎了很久 跟这些 鸡肉 跟鸡蛋的生产商 也是斗法斗了很久 然后到最后呢 也是搞到焦头烂的 就是那些生产商 直接不要生产鸡肉跟鸡蛋 弄到整个 市场 鸡蛋荒 鸡肉荒 然后呢 弄到这个农业部长也很不得靠 好像全部人呢 都要怪他 为什么市场上没有鸡肉跟鸡蛋 这个位置是不容易做 我知道 现在呢 你撤出掉这个顶价了过后呢 这些 鸡肉跟鸡蛋的业者呢 他们会 他们会很开心的 把这价钱起高高 到时候呢 就不再会有鸡肉荒 跟鸡蛋荒了 因为他们很开心的 生产 越多的鸡肉鸡蛋 越好 他们可以赚越多钱 啊 他们到最后呢 就是 会彻底的解决这个 鸡肉跟鸡蛋荒 但是呢 他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鸡肉跟鸡蛋会起价到很够力 增加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而且呢 也顺便的带动了所有跟鸡肉鸡蛋有关系的行业 一并起价 导致这一方面的同货膨胀 结果 又为老百姓的钱包雪上加霜 啊 就是这么简单 啊 所以我只能总结一句啦 这个东西 放手了过后啊 他所造成的结果呢 是 不敢设想了 而且还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啊因为呢 你都知道啊 东西起价了过后是不会跌回来的 啊 OK 我比如说了 啊 那些 我讲一简单的就好了 Lotti 德罗啊 是马来西亚人都有吃过的Lotti德罗 啊 现在什么行情我不知道啦 我比如说了之前你要加单的话 可能加一块钱 啊 之后如果鸡蛋起价到很够力的话 可能就 加一蛋要加两块钱哦 啊 一片Lotti才多少钱罢了 啊 他加一个鸡蛋现在要加两块钱了 这是可能发生的 你知道吗 我讲的已经是 最简单的 Lotti德罗吧 还有多少样东西是要用鸡蛋来做的 绝大多数食物都是有用鸡蛋来做的 你知道吗 啊 OK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啦 这个鸡肉跟鸡蛋 顶价撤销了过后 一定是完蛋了 那个局面一定是不受控制的 啊 所以 我是认为了政府呢应该要三思一下 这个鸡肉鸡蛋的顶价不能撤 这是一个 很 严重的问题 啊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 他之后所会发生的结果 啊 是我认为了必须要有个 折中的方案了 这个折中的方案了 也不可能是政府继续 无止境的境界 因为政府没有钱了 OK 也没有这么多钱 我认为了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或许 你可以像这个汽油这样的机制 来控制这个鸡肉鸡蛋的顶价 啊 就是 好像黄油这样你依然是定个2块05分在那边 然后呢 几个礼拜还是几个月呢 挑动一次 啊 这个鸡肉鸡蛋呢也应该是这样的就是 现在呢那些业者呢是潮嘛要起价嘛 你给他们起价咯 可以的你可以允许他们起价 但是呢 起价了也要有个范围啦 啊 就是起价到 啊 可能 刚刚好让你不亏本还是有点赚这样 啊 慢慢的起啦 什么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啊 你不可以一下子全部东西撤掉 啊 那时候整个马来西亚的国民 啊 没有办法吃的消这个东西 啊 就是呢 你可以让他起价 但是 起一些了 然后慢慢起慢慢起 啊 OK 只要你可以让这个鸡肉鸡蛋起价 然后那个价钱你又可以控制的话呢 这么一来的话呢 我相信很多业者 还是 可以 继续提供这鸡肉鸡蛋的 因为还是有赚只是赚少了 啊 当然你不要弄到他真的是亏钱那种啊 要至少要弄到他还有的赚的那种啊 啊 然后可以让他慢慢的起了 啊 但是你如果要完全开放给他自由去盯那个价钱的话就完蛋了 彻底的完蛋了 啊 so ok 最后一句话 我还是希望了这个农会部长呢可以收回这个层面 这个 鸡肉鸡蛋呢的顶价呢还是要维持的啊 但是 你可以允许他们起价了 就必须要把这个起价的权力呢 这个范围呢 缩小来 依然掌控在你们的手上 不可以让他们自己盯这个起价 我知道我这样讲了我会得罪很多 鸡肉跟鸡蛋的业者 之前也有一些鸡肉鸡蛋的业者有私底下有告诉我 啊 就说这个鸡肉鸡蛋的 行业呢 其实是非常的严峻了 他们的 成本也在 太高了 没有钱赚 甚至要亏钱 我明白 我明白 但是呢 尽量找一个方案呢 是呢 国民 吃得消这个东西 而你们也不至于亏钱 必须要找一个平衡点 如果 如果这个鸡肉鸡蛋的底下被撤掉 然后由业者自由钉的话呢 这样这个平衡点就彻底被打破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结果就是我说的一发不过手势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我说是因为 我们是在这边的 你们是在这边的 你认识的